各位认为平等是什么 或者是你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平等 下一个问题就是 平等是可以被创造的吗 政府可以赋予平等吗 今天来探讨两个新闻 巴西上一次选举 选出来了一个左派的总统 现在巴西要全面降低 民众构枪的能力 还有人民的持枪权 这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 今天好好来讨论一下 NBA目前最大的明星 LeBron James 詹姆士 五年前创办了一间学校 这五年间这个新闻 把这间学校夸得天花乱坠 是的 一个只有高中毕业的人 改变了 进化了美国的教育系统 而且还拍成了纪录片 五年之后 这间学校的考试成绩却发现 在这间学校 从三年级读到八年级的学生 没有一年 达到该州的教育水平标准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左派发现了 教育不是砸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吗 在我们开始之前 请你直接到下面参加我们Coffee的会员 直接的来支持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你可能感觉很无奈 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到 在这个官驱背逆的时代 保守派的声音不断的被封锁 包括我们也是 AI News被YouTube封锁了一个礼拜 因为我们违反了这个 YouTube的社群安全 所以为了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在Rumble以及Odyssey都有备份我们的节目 就算我们被YouTube封锁了 我们的事工还是会继续 继续的传达圣经的价值观 没错 在这个世代使人刚强的讯息 叫人做艺人的声音会被封锁 所以你很难开口 没关系 请你来支持我们的事工 让AI News可以当无奈的基督徒的发声筒 就像我的牧师说到宣教一样 你可能没办法去宣教 但是你的钱可以去宣教 你可能没有多个时间看新闻 但是你可以来支持我们 一起翻转这个时代 请帮我们按赞留言分享这个影片 当这个新闻频道的后盾 让我们一点一滴的翻转这个时代 从自己的家庭开始 建立基督的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 我是Eda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华人讨厌枪支 华人憎恨枪支 很多教会 很多牧师每次听到就是 哇 美国的枪支实在是太泛滥了 都会一起祷告说 啊美国枪支实在是太泛滥了 啊我们现在好多好多 这个枪支暴力啊 请美国政府真的立法 来更加的管控这些枪支 真正的来解决美国枪支的问题 但是说实在的 他们希望的就是 美国变成跟台湾 跟中国大陆一样 跟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一样 人民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需要政府来保护 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例子 发生在巴西 BRAZIL'S PRESIDENT LUIS INNACIO LULA DE SILVA 所发生的 8-fold under Bolsonaro's rule to nearly 800,000 registered owners. Gun culture proliferated with restrictions loosened on permits for hunters, marksmen or collectors.Lula's new decree states registered hunters will have access to fewer bullets and can now own six weapons, down from the previous 30.The 9mm handgun will no longer be accessible to civilians.New rules close a loophole that let many gun owners go out in public with loaded weapons if they claimed to be going to a gun club.The decree also lays groundwork for a buyback program starting this year for new gun owners in the previous administration.Lula also passed responsibility for civilian weapons control from the army to the federal police.The army was criticized for weak oversight and poor information sharing with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我們絕大多數的觀眾都在美國,而第二多的地區就是台灣. 在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上面,他們保持的希望完全違憲的,OK? 但是基本上在槍支的議題上面,絕大多數的華人都是跟左派站在一起的 他們每次看到我們討論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時候,基本上都是視而不見 然後會在那邊講說,唉,台灣就是有兩個世界上最好的地方,OK? 一個就是治安,一個就是醫療,台灣就沒有槍支暴力,而且還有全民健保. 簡單說就是這些人希望政府負責他們的安全以及健康,他們想要一個龐大的政府,想要一個奶媽政府幫他們打理一切。 他們希望美國這邊也變成這個樣子的世界。 在這個Lula總統上任之前的巴西總統叫做巴索納羅,以下是這個巴索納羅執政的時候做的事情。 罷捕法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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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中早將 уб Agency la clima in Chile 現在在一起一個最高的 的 mesela Brasil's far-right president Jair Bolsonaro is reversing earlier strict regulations that essentially prevented civilians from bearing firearms In order to guarantee the citizens this legitimate right of defense, I as president will use this weapon 沒錯,他大量的開放人民擁有槍支的權利 大量的巴西人開始持槍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家庭 在他上任之前,巴西一直以來都是左派的總統,OK? 巴西是充滿著幫派、火拼、謀殺率非常高的一個國家 這位總統認為說警察沒辦法隨時保護所有的巴西人 所以巴西人需要有能力來保護自己才可以 他的行政命令簽訂之後就發生了以下的事情 沒有錯,謀殺率大幅的降低,治安變好了 因為幫派不能隨便拿把槍就去威脅人 地皮流氓知道說人民有能力來抵抗他們的這個暴政 一個國家正在往一個好的方向走 人民不一定需要警察的保護 人民可以保護自己不被威脅 這就是為什麼這位新商人的總統Lula 他在上面沒有說槍擊案、謀殺率、槍殺之類的 而是說Political Violence、政治暴力 因為他不能說他禁止人民擁有槍支是為了降低謀殺率 因為謀殺率已經在降低了 而降低槍擊案的就是開放槍支 Lula不是第一次當總統 之前從2003年到2010年都是他當總統 都是左派的政治人物在執政 不斷的立法 直到2017年Bosanaro用行政命令開放槍支之後 巴西的謀殺率才開始大幅的下降 現在Lula又重新執政了 巴西又回到以前那個樣子 其實每一個國家的槍支管理都一樣 跟安不安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是跟控制有關係 槍支管理沒有辦法奪取幫派分子 危險人物手上的手槍 他們根本就不守法 你力再多法也都沒有用 就跟Lula在他演講上面說的一樣 連犯罪都沒有講到 他不希望的是那些跟他政治觀點不同的平民有強制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會認為說那是Political Violence 他在演講上面說的很清楚 我們會持續為了一個全面進槍的國家奮鬥 在巴西誰應該全副武裝呢? 就是巴西的警察就是巴西的軍隊 他在禁止的是9mm 9厘米的手槍的子彈 是全世界最多用來防禦加防的子彈 各位可以想想看 這樣要怎麼讓巴西的一般的老百姓來得到安全 當然不會得到安全 這是為了要控制人民 被政府控制 或者被幫派或是黑幫控制 在巴西發生的事情其實也在美國發生 禁止人民擁有槍支 其實就是在打壓人民 讓幫派分子 黑幫 罪犯 讓政府越來越猖狂 讓人民必須要屈服在持槍者的隱危下 所以我希望在美國的華人可以了解到這一點 你每次投票給槍支管理 或者是禁止槍支的政治人物時候 你其實就是在把你的天賦人權丟掉 你是在回到埃及當努力 而且不要再自己騙自己 說什麼台灣跟中國大陸真好 因為沒有槍支 所以治安就會變好 這個是在自欺欺人 我們是人 就是有人會去做很邪惡的事情 沒有槍的人還是會照樣做很邪惡的事情 那些幫派分子持有槍支 一開始就不被政府管理 他們原本就犯法 原本就違法 法律只會管你而已 只會管守法的公民而已 只是為了要讓你更無力 更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或更需要政府而已 或是更需要黑幫 目的就是要來控制你的人生 他們會給你一個很好的藍圖 美妙的烏托邦 但是目的就是會讓你越來越笨 越來越無能 越來越沒有辦法保護自己 這個樣子你才更需要他們 就跟我們下一個新聞一樣 人生是一場賽跑 沒有錯 你不一定要跟每一個人都跑同一條跑道 同一條道路 活著一模一樣的人生 但是至少在18歲之前 在上學的時候 所有的學生都是平等的 他們會在同一條跑道上面 學校存在的目的是要來教育孩子 是一個模擬成人的方式 每個孩子都依照他們的這個吸收的知識 來打分數 每個孩子都依照他們的成績來排名 能力強的學生會去資優班 能力比較差的學生會被放到 學術成績比較差的班級 品學兼優的學生會上台領獎 像我這個樣子不聽話又叛逆的學生 就會被處罰 知道最近這幾年 近幾年多了非常多的這些 愛的教育的思想 融入到了我們的這個社會裡 認為說之前的教育方式太嚴苛了 簡直就是歧視 在美國更是種族歧視 所以從我小學的時候就開始了 我認為美國這邊應該更早就開始了 慢慢的廢除所謂的能力分班 成績排名 資優班之類的東西 為了平等的起見 慢慢廢除了原本的教育模式 直到現在教育已經完全被改變了 原本的有教無類 取而代之的是公平平等 OK 連美國都接受了這個孔子的儒家思想 有教無類 所有的孩子都用一模一樣的教學方式 教學模式 那樣子才叫做公平 那公平是什麼意思 在教育裡面公平是什麼意思 OK 不是 equality 平等 在英文裡面他們用的詞是 equity 可以算叫做產權平等 我其實不太知道怎麼翻成中文 那麼 equity 是什麼意思呢 你去問一百個人 你就會得到一百種不同的答案 但是在教育層面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總結 equity 平等就是花更多的錢 去創建一個更糟糕的教育系統 在美國同時也是在說重新定義教育 重新建立學校以及教學模式 因為所有的制度都是白人至上種族歧視造成的 所以為了要避免任何白人以及西方文化的影響 我們要一個嶄新的現代的學校 要做的事情就是砍掉重練才可以 五年前在Ohio 州建立了一個這個樣子的學校 完全不被白人至上控制的這個學校 創辦的人就是NBA國際大明星LeBron James 當時是震撼全美的新聞 NBC新聞台在當時的報導 我們來看一下五年前的樣子 孩子們來到了第一天的學校 今天在Ohio 一種新的方法 去解決一個老大問題 在中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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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d by someone who knows their stories more than they could imagine which is why NBA superstar LeBron James and his foundation are opening this school in Akron for at-risk third and fourth graders who struggle both in school and at hom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t we can give them is structure and a sense of they just want someone to feel like we care 沒錯 NBC在上面說的是 這是一個崭新的模式 來解決一個長久以來一直存在的問題 根據LeBron James的說法 學校在乎的並不是學生的學術成績 不是排名 不是任何的個人突破 而是為了要讓孩子 認為有人在乎他們 這並不是一種新的教學模式 這種教學模式其實也沒有說很新穎 最多就是一個學校招生的一個噱頭 但是這個噱頭 卻是Ohio州納稅人的錢必須要付的 沒有錯這個學校並不是只有 LeBron James建造的學校 然後小孩在裡面學習 而是Ohio州的納稅人必須要付 75%的學校運作費用 剩下的由LeBron James還有家長分攤 那這間I Promise School I Promise學校每年要花費Ohio州的納稅人 1000萬美金 那這個實驗性的教育型態是被全美的媒體接受的 事實上就是過去這幾年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媒體是完全接受這個樣子的教育模式 覺得全美國全世界都應該要跟隨 LeBron James這個學校 這個才是最新的最高級的最創新的教育模式 只有這個樣子 OK我們要靠一個只有高中畢業的NBA球星 來拯救我們美國的教育 我們應該直接讓LeBron James當教育部長好了對不對 事實上就是一個月前 NBC才又過去採訪這個學校 做了一個報導說這間學校好得不得了 LeBron James就是現在的智勝先知 現在的教育家 我們來看一下NBC一個月以前的報導 他們可以做到最好的選擇 和健康的選擇 證明說 每個學生都得到高中畢業的學校 目前有差不多1600名學生讀過那間學校 然後他們都做了正確的決定 然後LeBron James很在乎他們 聽起來不錯吧 那等一下 NBC你說的都很棒都很曼妙 那實際情況呢 那些學生的學術成績到底怎麼樣 為什麼過去五年都沒有講到這些學生變得有多強 在奧林匹克心算得到了第幾名 創向的目的不就是為了提升學生的學術成績 然後讓學生變得更聰明充滿知識嗎 隔了一個月後 我們終於知道為什麼這些資訊沒有被公開了 最新的Akron Beacon Journal上面報導 在I Promise School 今年的秋季八年級的學生 從三年級一開始就沒有任何一個學生 通過了Ohio州的數學標準評定 那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就是這間學校建校五年 現在八年級的學生 五年前是三年級的學生 然後這群八年級的學生 從入校開始到現在 就沒有一個學生通過Ohio州的數學標準考試 一個都沒有 這個聽起來其實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是非常令人驚訝的 因為就在幾個月前才有一個紀錄片 說這間學校的學生 學習能力 飛速的提升 飛速的進步 而且創立了他們學習的方式 學生不但可以做自己 還可以超越所有的學習方式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被拍成紀錄片的學校 這個紀錄片是YouTube拍的 有三百多萬的人觀看 好像這是 這學校是歷史上最好的學校一樣 至少我當時看的時候是這個樣子覺得 各位可以在下面評論一下 真正的確確 我們正在經歷執行的 我們是現在學生做的 我們是學生做的 這個勉強的 學生會是 我們三百多幾個學生 需要通過 第四個學生 初級的對付黃大學 從大學生開始 一半半月半 我們還有工作 他們必須制作為 一年月的因為 到明月 如果他們沒有接受 有呢 then you just have to stay in third grade and then you do it all over again. That's the last thing a kid wants to happen to them is them to get held back. That is a very embarrassing thing and it can play with your emotions, it can play with your psyche, your confidence. Good morning team IPS. We are going to take our last administration of the math assessment. we've been working so har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hat day michelle facetiming she was like are you sitting down she never facetimed by the way and i was like oh no what happened one of our kids please don't tell me something happened one of our kids she was like our test scores just came back and our kids just completely destroyed them the same kids a few months ago that was like in the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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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ntile and everything what yeah 根据 uh lebron james的说法他的学校 okay 他学校的学生 destroyed摧毁了 ohio 州的基本学测然后呢其中一个教务主任说 没有错他们的学生原本都是学测的这个 25%以下的学生 然后现在是91%的学生都到达了他们的目标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开心 但是如果你仔细的分析一下他刚刚说的内容的话你就会发现到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教务主任的说法让大家误以为说他们的学生原本都是25%以下的学生 现在91%的学生都到达了正常水平但是你听到他们的说法是91%的学生都 meet their goal达到了他们自己的目标91%的学生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意思呢定义是什么 什么叫做自己的目标他们会这么说就是要来给大众带来一个假象说你看我们这个崭新的教育模式是有用的 不只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提高了这些学生的考试成绩结果事实是完全相反的 我们来看一下同一个纪录片的最后一个教务主任承认他们的学生其实成绩很差 然后对于整个学区的这个方针是非常失望的 起伤的日子练校 等同样的学生aya 或者业励难 或者业励难 业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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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 Fehler 业励难 业励难 коман 都没有 我们还唯一 所以我们欢庆这个学校办得多好 Lebron James这个教育家 多么改变了教育模式 这个学校创造了这么多的 创新的方法来带领学生 但是这些学生的学术成绩 全部不及格 他没有告诉你说 有一班上了五年了 这五年当中 没有一个学生 跟得上普通的教育水平 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教育模式 一个都没有 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五年 还浪费了那些学生的时间五年 但是这样子的丑闻 却没有任何的媒体在报道 纳税人支付的学校教育局 连查都不查 事实上就是因为他们不想查 因为结果实在是太烂了 他们当然知道这间学校的教育是失败的 当然知道这些学生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 而且成绩越来越烂的报道上面说 这些学生一开始到学校就读三年级的时候 只有17%的学生到达了Ohio学术成绩的标准 之后马上就有了COVID 所以说没有人可以考试 现在只有8%的小孩的阅读能力 有到学生的标准 然后这一切 当然都是COVID的错 都是新冠肺炎的错 报道上面继续说 这间学校包括了两种就是最被打压的人群 黑人的学生以及天生残疾的学生 现在这些学生都是这个整个州里面最低的5%的这个群体内 因为这个考试成绩低迷 导致Ohio的这个教育部现在要介入学校的教育方向 那我讲这个是为了什么 绝对不是为了要让大家在这边幸灾乐祸 这边看哈哈哈哈你看这些人左派就是傻 事实上就是这个LeBron James很努力的去做了一个为了教育做了一个行动 我并不是一个LeBron James的球迷 我从来不看任何运动 我觉得他是一个虚假的大左派 明明自己只有高中毕业还要假装自己很聪明 我的学历也不高 但是至少我承认我自己是个弱智 但是他却假装他在读Malcolm X的书 这是几年前的影片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一个学生没有读过那本书 但是却被逼着要做读书报告的时候是怎么回答的 这是我第一次读书报告的时候是从开始到结尾 但是他就是一个很聪明的男人 非常非常聪明的男人 基本上是他的说法是在60年代 然后是什么情况 其实是什么情况 对OK Ohio这个州 相信这个人会改变整个教育体制 OK这个38岁了跟我一样大 还没有办法去做读书报告 那就算这个学校是透过一个 假装自己有读书的人来去运作 就算这个人是一个左派BLM的大升工 我还是非常敬畏LeBron James 会愿意花钱来去愿意花时间来去做这些 试图做一个改变的方式 这已经是绝大多数的电影明星跟电视明星 跟有名的人不愿意去做的事情了 但是这个新闻最重要的重点就是 为什么这间学校会失败 根据主流媒体还有被大众最接受的说法 就是全美国大城市的学校都在崩溃当中 特别是少数族裔的社区 以及贫穷的社区 他们的教育水平是非常落后的 原因是因为系统种族歧视 以及他们缺乏经费 我们被告知的是这两个货种是息息相关的 而且被深埋在美国的社会体系当中 所以这边建立了一个学校 是一个由一个非常有钱 非常成功的黑人建立的 整个州都支持这间学校 父母还有LeBron James基金会 都全力的在支柱这间学校的教育基金 这间学校里面 每一个学生都有免费的午餐 每一个学生都使用最尖端的科技 最先进的教科书 最先进的电脑以及教学产品 每一个老师都是鼓励平等的 没有学生会被放弃 不只是这个样子 他们一毕业就已经有就读大学的基金了 但是就算有这个样子的优势 所有的学生都还是烂掉 更不用提他们的数学成绩了 他们的数学每一个都跟我一样不及格 或许我的数学更烂 我不应该用我来当标准 这样的话好像在侮辱他们 这间平等又有钱的学校的学术成绩 好像比那些缺乏经费的学校 教出来的学生还要惨 事实上就是这个标准 是被证实的 同年级的学生 那些就读正常公立学校的学生的成绩 都比就读过 I promise的学生的成绩还要高 也就是说 这还告诉我们几件事 而且每一个 都是现在美国的社会 自由的国家 不被认同 不可以探讨的事实 就是 不管有多少钱 不管有多少资源 都拯救不了破碎的家庭 以及败坏的文化 在美国 穷苦的黑人小孩 基本上都是从那个样子的生活环境长大的 小孩的学习 不是可以靠砸钱砸资源就可以挽救的 很多这些孩子来自的文化是非常糟糕的 而且绝大多数的家庭都是破碎的 我为了要确定homeschool是好的 我问了很多做老师的人 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 你可以去问那些 跟弱势族群的孩子互动的这些老师 他们会告诉你说 这些孩子在上课时候的行为 跟学习的态度 不只是很糟糕 常常有的时候是刻意排斥的 是刻意去唱反调的 绝大多数这些学习比较差的小孩 在他们的家庭 甚至在整个社区是没有任何的道德基础的 没有被教导任何基础的道德观的 跟类似长幼有序 或者是一个家庭的基础架构 很多的老师跟家长会谈之后 会发现说 这些孩子的父母跟这些孩子一样 他们一点都不在乎教育 他们甚至什么都不在乎 这些没有秩序的家庭文化 造成了小孩成长过程当中 不具任何服从的能力 甚至有刻意抵抗任何权威 或者是在上掌权者这个力量 我知道因为 我就是这个样子的小孩 我的小时候 我就是很不愿意听老师的话 很瞧不起所有的人 包括我的老师 尊重人这个想法 在我的生活当中并不存在 所以让我跟别人学习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当这个样子的骄傲的个性 在一个人身上存在的时候 那个人就是会停止学习 我的话就差不多在高中 九年级十年级的时候 学校在教代数二 还有物理化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停止了 那这些不幸的小孩呢 就LeBron James呢 他们是在八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停止学习了 LeBron James 当然不可能单独的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至少要了解 而且重视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他没有 他跟所有左派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样 永远都是治标不治本 类似就是我们要解决流浪汉的问题 然后他们解决流浪汉的方式 就是让流浪汉免费的去住旅馆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这个样子没办法解决流浪汉的问题 只会让流浪汉越变越多而已 你让一个流浪汉住最高级的旅馆 甚至最高级的度假村 三个小时之后 你再去看那个度假村 就是会变得跟洛杉矶大街一样 到处都是尿尿大便之类的 然后这些流浪汉 就会重新的再跑到大街上 去其他适合他们居住干净的地方居住 因为流浪汉的问题 并不是在于他们没有能力 去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没有吸毒 而且是有基本的羞耻心的话 就会有能力找到一个地方居住 美国流浪汉的问题 是因为那些人大量的吸毒 他们活着没有目标 而且他们失去了羞耻心 他们觉得政府养他们是应该的 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欧洲的国家 或者日本这样的国家 台湾其实也有很多这个样子的 日本其实有很多人是无家可归的 但是他们认为在日本当流浪汉 是羞耻的 所以他们这些流浪汉 无家可归的人 就会跑去住网咖 或者是那种胶囊的旅馆 是很便宜 然后可以有地方可以洗澡 然后他们会去找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是绝大部分的人 当然还是有例外 左派还有像LeBron James 这个样子的善心人士 他们的思想是完全扭曲的 矛盾的 而且是互相冲突的 他们认为解决教育问题的方式 就是在上面砸钱 只要砸钱就好了 苍霖时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但是同时他们面对治安的问题 就是完全相反的 意思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教育层面 我们只要砸更多的钱 教育的水平就会提高 但是在司法系统上面的话 解决的方式就是削减警察的经费 还有执法人员的开支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 左派永远都是用最糟糕的方式 来解决最基本的问题 而且他们不能被质问 只要一被问 你就是种族歧视 你就是不在乎穷人 心胸狭窄 直到他们造成的伤害 已经大到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例如经过了五年的爱的教育 平等的教育 有钱的教育 把每一个人都当贵族来养的教育 却没有一个小孩 达到童年龄的学习标准 这跟洛杉矶这边的恨行霸道 流浪汉问题一样 左派制度听起来永远都很好听 让学生可以做自己 让流浪汉可以做自己 做件犯科的人其实是社会的问题 我们不应该责罚他们 应该要给他们更多免费的东西 让他们可以去Walgreens 免费的抢Frozen Burrito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 所以一切的东西都应该要免费才对 他们才是一群把金钱当成神的一群人 认为金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 但是世界并不是这个样子运作的 金钱没办法解决道德问题 人品问题 家庭问题 这些孩子或许可以从 LeBron James的学校毕业 但是他们的学术成绩将会非常的差 没有办法跟任何其他孩子竞争 或许他们到时候 这些左派或是LeBron James 他们就会看到 他们把教育搞成什么样子 然后停止这个样子 愚蠢但是听起来非常好听的计划 但是到时候已经为时已晚了 LeBron James最后不会管那些小孩 他会继续过他的生活 享受他的人生 享受他在NBA赚的钱 但是那间学校的学生 却没有办法像他一样 这些学生会变成一群无知的 缺乏教育的 贫穷的 而且必须完全依赖一个 假装在乎他们的政府 绝大多数的人会叫这个样子的社会一个灾难 Disaster 但是我们在上掌权者 对于这个样子的情形 有另外一个名字 当人民全面变得无知 无能 贫穷 依赖政府的时候 他们叫这个情形 叫做 平等 equity 我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讲这个LeBron James的学校问题 目的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要依赖神的话 而变得更刚强 我们要成为自己人生的负责人 当人变得刚强的时候 家庭就会变得稳固 当家庭变得稳固的时候 社会就会变得健全 社会变得健全的时候 就会结出好的国字 就是 刚强自律的孩子 当一个社会都变得刚强 每个人都有羞耻心 社会杜绝犯罪 守护家庭的时候 政府存在的必要 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政府唯一存在的目的 还有政治人物 唯一能生存的目标 就是不断地告诉人民 你是个受害者 你需要我 我可以帮你发声 如果没有我的话 你就会被打压 我可以创造出一个 更公平 equity的制度 一个假象 讽刺的是 唯一让这个假象成真的方式 就是让所有的人变得越来越软弱 这就是为什么 每一个政府都处心积虑的要破坏家庭 洗脑小孩 其实目的只是为了要刷自己的存在感而已 我绝对不是一个无政府的支持者 我支持一个被限制的政府 一个被制衡的政府 这个制衡常常会有一个假象 美国有三权分立 台湾有什么五权宪法 好像我们把政府分成了几个部门之后 就会真的彼此制衡了 但是我们发现的却是 真正能制衡政府的 就是神的话 圣经的律法 还有神创造的家庭 只有这个样子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守护自由 守护我们的孩子 我相信不只是我 一定很多的人都听过 在台湾的人一定都听过 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烂 在美国大家也都听过 共和党跟民主党都一样烂 这个道理其实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听过都很无奈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 解决这个无奈 并不是投票投给另外一个党就好 或者是帮那个党祷告就好 而是要改变整体的文化 还有强化家庭 还有圣经的道德价值观 只有神的话 才可以抵抗无限扩大的政府 而唯一确保政府 不像巴西政府一样 可以随意夺取人民 保护自己权利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跟自己的家 完全交给神 不是要怎么推翻政府 政变或是什么的 而是从根基上 把圣经的价值观 放到我们的政府里面 如果我们不这么做的话 我们的未来的孩子 可能就会变得 连小学八年级的数学程度 都没办法达到一样 永远的受害者 而且他们将会 永远的被政府控制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da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